正常回來了 正常回來了 沒事 好 六毫米系能就好 多謝各位聽眾幫我們試到這件事 也很抱歉我們剛才有些基建的問題 幫我聽歌我試試 好 接著就終於開始了 今天我們講的 topic 因為比較冷門 所以做人都不多 順利我會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我是阿天 Sunny 我是阿航 我是Kyle 冷門一來 二來我們最近的主持人都開始忙 因為疫情稍微好一點 真的好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有些事情會忙 我的隊伍是很小聲 但我推到很高了 所以阿天可能要弄一弦咪 如果小聲沒問題 反而是你拉出一點 你放得有點陰 我會說的是 其實我是故意放棄《二獸魔刀》 我真的沒有時間追完 我就寧願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我都可以看到 所以上兩個星期我沒有來到 就是這個意思 我到現在還沒看完《二獸魔刀》 都為了看今個星期那套 不好意思 我到現在一頁都沒有看過 你本身不開咪 你本身打算那一集都休息一下 對了 Ateam在那裡推大和教的咪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再跟我們報告一下 真的很需要大家跟我們說 除了聽節目之外 你們的意見、留言 以及你們實際的支持 我們都很重要的 所以無論是Payme 我們都很感謝你 當然最好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 長期支持我們 要多謝KBL 在Payme那邊課金給我們 因為萬機今天不在 所以遲了才收到這個訊息 很抱歉 多謝KBL的支持 Ateam今天講這個懶悶的題目 抱歉 正式講這個懶悶的題目 我首先要解決一些思念 這個友台YPR的主持 大王的屌咬你 他明知道我在這裡做音節目 他在直播室那裡 他在check room 然後他自己發訊息 跟我說 去11點安高達問我打不打 屌老母 沒關係的 如果我有一部PS4在這裡 我也會一邊打邊 我還挺肯的 Ateam一定會這樣做 我想說 整個混蛋 但是他是知道 因為他們今天下午已經在約打高達 我已經吵咬他了 然後他還要故意這樣說 咦 卡巴士奇也進來 聽完洞廢又追完整套二獸魔刀 多謝你 Carrie對我們的支持 這也是 Ateam想說一個什麼懶悶的題目 大家都看到一幅圖 Ateam可以說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裁判長 這個案子判四年如何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找到這圖來看 他是這個 好像是我記得 我看第二本書 找了作者 再找回之前的作品 這個作者是這個 松橋犬父 這個是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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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有一個原作的 北美… 我真的不懂得說文 Sorry 北美墮羅 北美墮羅 北美福口 北美福口 北美日文字 最流行 北美日文字就是 開AP模式的時候用的 日文字新的 他的原作是寫小說的 或者寫文字書 其中一本書是講他旁聽的一些經歷 他就一般化了 這本出了十三 我記得是十三加四 這本出了十三期 但其實之後有後續四期 不過我就沒有出漢達 中文版 那其實 重橋犬父 這個作家 他就是 神台村出身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日文 所以 可能他的經歷我不是說得很好 其實這本是他第一本的作品 我想起為什麼會找到他 因為我先看他後面那本書 他那本叫做神 我要抹殺你的存在 我還是先看這本 結果他停安四年 因為他病了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 我懷疑他是不是死掉了 他說他生膽石 但是 沒理由 生膽石這四年 你應該生膽癌而已 其實膽石是可以很長手味的 我們有位香港遊戲界的名人 尤雲 他也是因為膽石長時間 身體都很反覆的 所以是會有一些長期的首尾 當然有人保持工作 還有做Youtube的一些直播 因為剛巧那套神 什麼抹殺你的時間 他做到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然後停安四年 他剛剛正要說他的主線要出那一刻 他就 沒得再看了 所以之後我找了這本 這本就是他第一部的作品 其實旁聽現在大家已經很熟悉了 他很熟悉知道是什麼時候 其實他的故事是說一個 其實他的主角是叫北美太郎 我想是北美博厚的一個化名 博厚 聽說我才是博厚 8歲 他說他是做冷氣營業員 但是他除了第一環 又做到一個冷氣之後 這個陰加槍就再沒有上班 甚至冷氣的場面 只是出過那一場 因為很正 他說因為一些業務上的原因 應該是一部冷氣壞了 他去檢查 他去檢查 然後去完沒什麼做 就去旁聽 結果他來的十三期 你沒見過他去上班 他有試過在公司 但是他打算去旁聽 然後就貼了一個牌子 因為日本的辦公室 會這樣貼一個牌子 就是我去那一陣子 他是外賓工作 所以他就出去了 然後就去旁聽 他沒有做過事情 十三期的大學本 但是他經常喝東西吃 還要 他不能炒他 他覺得很厲害 然後 這個就是本故事的主角 其實接下來 我屬族會有不同的旁聽詩 例如有個叫 旁聽詩 現在真的很明白 香港的旁聽詩是不好笑的 當然 當然 但是他裡面的旁聽詩是挺好笑的 裡面其實主要是 三到四個 我現在在找一些名字出來 因為例如說他有個 阿松伯 阿松伯 還有那個女生叫什麼名字 尾什麼字 我只記得喜歡他的鐵籃 鐵籃 然後還有一個 經常想混合自己的朋友 不要說 感謝家明 有課金給我們 在說所有的之前 是要感謝有課金的聽眾 對不起阿添 可以繼續 其實除了 他基本上 他有個同學 跟他一起去的 美和 美和 美和是大學生 還有 那個 俠濕仔 就是 經常跟著去 只想聽情色案的那個 就是 武剛 武剛 阿松伯 還有一個 都是讀法律的後輩 叫做 井崎鐵平 村崎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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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其實還有 他有時候 有些人會出來 但 這個比較後期的 就是兩個有名 一個是任律師 一個是劉堅峰官 就是兩姐妹 一個叫 麗沙子 一個叫做 圖子 聖川姊妹 大約是這幾個 其實他 他是 短片多 他一期大概說 大部份時間是 用一至三枚 一至三枚 比進三枚 去說一個個案 除了第二期 他幾乎常期 去說那個 叫做 嚴挺雞重的機械人 那個案 超過一期 其實他 之後 橫跨了三 其他行本 之外 基本上 就沒有了 是的 故事都很簡單 主要說的是 那些 案件 其實是 北美不斷去 旁聽不同的案件 所以他會了解到 不同的案件 他主要分 可能是兩至三個風格 去寫一個故事 第一個 可能是 北美進去聽過旁聽 了解整個案件的背景是什麼 然後 到底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 最後整個案件的 可能落幕去到怎樣 整件事的完結是怎樣 判刑是怎樣 這樣的風格 有些可能會集中了 在檢控官 或者是律師身上 那就是他們用什麼技巧 去幫助他的當事人 或者是檢控官 就是怎樣去 一定入到那個當事人 或者那個被控 就是怎樣去 令到他聚成 那麼 法官都有的 就是一些法官 到底會怎樣去 推薦他們對這個案件的那個 因為他們在發表那個判刑之前 可能他們有個判刑詞 到底他們用什麼風格去說 那都有這些描寫庭上面的人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描寫當事人 到底他用什麼風格去說 為自己辯護 到底他怎樣去 令到自己不用 就是減刑或者甚至乎無罪 那主要都是分這三個風格 還有我想有個原因 因為剛巧我那一期 其實我也在看有一套叫做 是不是叫什麼法庭 那一套叫做 就是五期之前我們洞廢說過 哦哦哦可以時間停頓那一套 是的 OK 心靈判官 心靈判官 其實你看到日本 我不知道他現在改制沒有 因為我沒有做資料搜集 他們想引入日本 應該是 你看到日本 他很有趣 他們那一陣子 說些什麼呢 他們會出相關的作品 例如那一陣子 可能98年 97年 說日本入世界杯 就整堆足球馬話出來說 嗯 足球比較普遍 但是你看到這個 他是很明顯 就是除了因為有個小說家 寫了一個航艇的故事 是因為他們想 我想有些教育意味在這裏 就是想跟大家說 是你們有機會做盤手團 因為 以我看漫畫 其實日本一套是三個裁判官制 就算大案也是 總之是三個裁判官去定那些案子 當然看看你什麼案子 如果你真的亂買老 他不會三個來招呼你 而相反他們是想引入盤手團制 那一陣子 他們應該是引入了 其實你看到這本 他其實有一個暗示 他經常有一件事強調的 就是那個北遠太郎 他說 如果到我決定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這麼理性 因為他知道他有機會做盤手團 其實他這本書很教育意味 其實我覺得 除此之外 他也有一個適合點 就是你怎樣在律師 辯護人 以及一個檢控官之間 去影響著那位裁判官 其實都是這套故事的主軸 就是他不斷去想 今次推出這個裁判官 雙方怎樣去爭取他的信任 可以篤穿別人的謊話 其實說到尾 他都是覺得 很多時候都是說到裁判官 可以有好 可以有沒有那麼好 即是他不會刻意批評 一個裁判官特別差的 但是他就是會說 其實去到最後 都是一個人去決定 除了說 將來會有陪審員之外 所以在這個故事裏 其實都是不斷去看 你會很期待 那個裁判官最後講些什麼 判他有沒有罪 其實就是正正那一下 你有沒有影響到他 他經常都會說 有很多時候 他都是憑印象的 裁判官是要看一個人 懂得看穿他說謊 這個人是否信任 這些明明好像很不法理的事情 就反而是在這套故事裏 用來量刑 或者是判他有沒有罪的指標 特別是現在講這些故事 我覺得很好 很有記事感 我講一些案子之前 因為其實他全部都是單元的 老實我個人 我是不喜歡這條案子 我喜歡這條案子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覺得 又是那句 這本書 令我覺得 有些有趣的地方 最主要是因為 我承認你這些是真事 我最少覺得是你聽完 或者是你自己 把原先的案子 當然你會把他講得比較娛樂化 我覺得你是真案子 我不喜歡哪一位呢 我不喜歡他知道一些 旁聽不應該知道的事 或者他開始講一些 旁聽者不會知道的事 你的案子越長 他會不停地把一些 法庭以外的東西塞進去 例如我們剛才的 機械人 機械人 他在說 其實他上庭很少的 反而他在說多少 其實個案子是怎樣 是說兩個人 一個是不太說話的 大就比較強 另一個是 好像眼飛 喜歡點人做事 點人做事 那個是因為他追女兒 追不到 還追過漆仔的收銀 其實也不是叫追 你只是見過他一面 他不認得你 他甚至會說 那漆仔收銀找簽的時候 抓住他的手的時間 是給其他人特別久 因為日本找簽 不是這樣扔給你的 他是要抓住你的手 給你 這樣才是有禮貌 也不是過都是這樣 當然不是 然後他就說 他抓住我的手的時間 是給其他顧客久久的 他一定是暗戀我 就是性幻想打飛機 但是我覺得 始終都是要有男人表白的 所以我就去跟他表白 當然是被女兒拒絕了 即是他見過一次 第二次就表白了 好像不是兩次 好像不是兩次 但是你的關係就是顧客和收銀 然後他表白不成功 他就叫個朋友 他第二次再去表白 第二次再去表白 就抓他上車 然後別人都不受 他很可愛 他叫朋友強姦他 然後他…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因為他想 他覺得那女兒會報警 然後他就想了一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叫計謀 他就扮那個女兒說要屈個朋友錢 然後那個朋友就借很多錢回來給他 然後那個朋友就… 因為他借大雨孔 別人追數追上門 被人逼轉角度 你殺了他 說清楚多一點點 他想了一個計謀 是那女兒說 如果你們不給我錢 我就會告你和你的朋友強姦 這件事是沒有發生的 沒有發生的 是他想出來的計劃 他就騙強姦了那個男生 他就說那女兒要屈我們錢 要我們給100萬出來 喏 大家好兄弟 我沒有強姦他 你強姦他 但是大家好兄弟 我幫你頂50萬 你給我50萬 我幫你搞定這件事 當然這個是第一次 然後他就說那女兒不斷勾索我們 最後是搞到他欠了幾百萬日圓的數 強姦那個男生是不斷地借大雨孔 去借這件事回來的 所以就去到阿Tim剛才說的地步 就是搞不定我還不到債務 那男生就說不如你罵他吧 那女生後來死了 其實那個朋友殺人 沒有打了定義賽 現在重點就是 因為他的朋友是沒有親手做任何事 他只是怎樣做 而且他還在這個案子暗示 是他的朋友自己做的 究竟是判他有沒有罪 他有一些場位我挺喜歡的 這個案子 問題是你旁聽是不應該知道這麼多事情 你明明是你作下去的 就算你知道 你也應該是一個第三方的故事 而且特別是他們上路庭的時候 我們剛才說被控制的朋友 是沒有出來的 只是說單方面是所謂控制者的功詞 你不應該知道這麼細節 我看上去其實有點不舒服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旁聽的媽媽 我覺得你應該盡量做到我是一個旁聽的感覺 因為你只會 或者是神使也知道畫面 你只能夠由那個人的口中說出來 而不應該是一些 你怎麼可能知道 其實那把刀是我買的 然後我就叫他 那些錢我拿去又玩又滾又滾 他不會在法庭上說這些話 他還有中學回憶 還有中學回憶 但是 我抽來一點說 這個案子我是很喜歡他的朋友 把他出來的幕 因為他的朋友一直不敢說 我被控制的那個人 直到他私底下見面的時候問他 因為他那個人是養蟻 養蟻 我的蟻呢 減育學完蟻 然後我扔掉了 然後他的朋友崩潰才發出 因為這件事是表達 你對你朋友的幕視嗎 你竟然認識他那麼久 你不知道他是那麼重視 他的故事是叫他 他在他家裡是有玩過他的危險的 他知道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應該知道什麼 你不應該是旁聽的 這樣說的 因為他有說過 他裡面有些案子說過 其實 無論是被告也好 還是一些證人也好 他們有時候作弓 或者是回答問題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風格 有些是盡量簡約 有些是舉世無懷 因為他有一個一回緣的故事 就是講一件風化案 他將他們拼物的情境 很仔細地研究 那個是 對 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是庭上面的人 說的 有些是真的可能很詳細的 是的 但我大致上都理解到 Tim所說的就是 這個故事是會有一種故事感 而不是少了那種真實感 因為其實整本書 很多故事給了出來的就是一些真實感 就是一個真實庭上面發生的故事 主角去旁聽 而他在旁聽中間得知的某些訊息 我們自己去建構整件事出來 但是這個寫什麼機械 《面庭計從的機械人》 那個是故事性太強的 我同意的這一點 但是他本書裡面 其實都有其他故事交代的就是 不同人在法庭上發言的風格 是可以很不同的 還有零零射射是這一篇 其他篇都會以一個旁聽的角度 就是我上了庭 我看到這些人之後才開始說故事 但是這一篇是零零射射的 故事感很重 就是他一開始是說他們兩個犯人的互動 是說他怎樣慫恿人去買東西 去殺人 不過至於煩惱過程 你可以說是檢察官說出來會知道的 但是真的去到中學那些時候 就真的超過了 我覺得 所以他之後 他可能知道他出事了 他以後不用這種 批評手法 我覺得其實這樣說的故事 一定是Juicy的 但是 那些人會喜歡看他這套作品 就正正是他那種 臨場的感覺 就是你去到法庭的時候 就是有這種 我會聽到誰說話 誰反駁 最後的氣氛是怎樣 但是他那件事是抽離到 在庭上是沒有的 基本上畫面是 我想聊聊可數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個 講故事形式 英文是一個法庭的漫畫 我覺得就是 這件事是比較奇怪的 因為 剛才Sunny說的 是最後一期的 其實是勞子鬥分 因為 好笑 我真的要讀出來 在一間叫 舔舔舔級的夜場 那裡 他就因為他 購人工 因為根據日本法例 不知道哪一章的第十目條 雖然是 僱主不得取締 不履行勞動 契約時之 違約金 或預定損害 賠償額之 簡單來說 你不准扣糧 就是你不准扣糧 然後 被告 跟自己的律師表達了一些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那個 控告者 她說 我非常生氣 當然 叫十六歲的女生 在風化工作 是不被法律允許的 廉價的薪水 高壓的罰金 等該少女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 你對這件事沒有悔 我對你很生氣 而且我要發問 剛才你說公司有罰錢的制度 是什麼條款 然後她開始說 每遲到十五分鐘就罰一千日圓 如果打電話回來告價 就罰一萬日圓 無故抗工就三萬日圓 規矩得這麼詳細 但是定得這麼詳細 你說的話 完全沒有修行過 我不相信 你真的沒有罰錢 然後她的檢控官開始在這裡說 然後我換了一個問題 就說 在你的店的網站 你是用時薪七千至八千元招聘人 受惠者說她一日工作六個小時 即日薪最少二萬四千日圓 你有沒有給她 然後她說 沒有 我請人當然寫得豐厚一點 那你真的給她多少錢 一萬五日圓 沒有說錯 然後你那人說謊 你除了一萬五日圓 還扣了一千日圓收費 還有黑道保護費兩百日圓 你只是給了一萬三千三百日圓 你聽著 用三十分鐘一次消耗時間 即是她一天要解決十二輪 即是十二斤 十二輪 是不是 不但這樣 空中要被客人又摸又舔 客人甚至乎用手指放入她重要的部位 這是很辛苦的重度勞動 在這個不景氣的環境 以便宜的金額 對男客人做這麼快活的事 他們就好像降臨到人間的天使 而且 你剛才有沒有聽過 你聽到備學人用錢 還要 你因為知道備學人要用錢 還要幫她 根本就是騙人 十二次一日 一萬三千三百億 平均一次才 一千零一百零八億 真實在太廉價了 在她說完的時候 法官就說 我覺得重點是 添讀了這麼久 這麼有感情 你全部的指都吃光 還有有感情 法官就說 永田檢控官 你對成人殺戮的熱情 我已經十分明白了 你說到這裡就好了 除了這個 這個最後有期 中間也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 那個就是被告的 那個是說我老師那個 不是 不是 好像說她欺騙了她女朋友 她吃了她女朋友的朋友 她在一個兒子旁邊 在一個BB床旁邊 不是 因為她那些罪事很糟糕 是啊 很糟糕 最初就說是她 我有個朋友帶了一個朋友來 她沒有說朋友是男還是女 總之她說 我的朋友要還一些漫畫給我 就帶了另一個朋友來 你當是阿明 我的朋友叫阿明 應該這樣說 被告是一個男人 有一個倉井還一些漫畫給我 所以就帶了她的朋友阿B過來 阿B就跟她的伴侶 一起來了 即是男女朋友那些 不是 不是 她說倉井帶了她的朋友來 阿B帶了她的朋友B過來 然後她就洗開了她的朋友倉井 然後就吃了阿B 她中間還有一些小知節的 是的 招騰一下再說 他又問如果倉井回來 next 怎樣啊 他是說應該也還要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個男主角 就是跟那這套主人用 說你真的幾怪 Aaron真的被一個朋友看到 真的又將自己張鐘öd回來 creo 那這 ähnlich 麻煩我男人A 全裸在門口會很奇怪的 然後他就說 我不是啊 那你怎樣做 我會抱著倉井立刻跟他搞事 混蛋 原來是女人 原來倉井就是他女朋友 然後他就吃了他女朋友的朋友 他還在想 但是阿B就看著你跟倉井搞事 我就是想著他出來的時候就去玩三片 我以為三片是不犯法的 但他中間的性交過程描寫得很仔細 那個官是有鶴亭過他 但是他沒有理會繼續說 這個作品有很多風化案 基本上佔了七八成都是風化案 他說七月是特別多風化案 另外有一宗是講SM SM那宗是描述到很詳細 他說一開始說被告打到男人傷了 然後一開始主角就想 不知道什麼事 為什麼打到這麼傷 後來就說原來他們是有性癖玩SM 那主角就在猜 那肯定是女人是S男是M 原來不是 因為整面是瘀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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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沒有想過所謂是S跟M 你大概知道的情況 然後他在講講的時候 連法官都覺得不對勁 等等 我想問SM的解釋 S是對M私部 然後他開始解釋 然後他開始解釋 他說一開始是做虐待那個人 所以男人是做S 他一開始是虐待女人 然後他慢慢發現 原來最高層次的S 是逼女人做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 即是他的本性是M 我真的令你連做M的權利都不可以有 然後他變成S 然後逼女人 即是逼了老婆 即是安德路所覺得 不想讓女人做這些事情 還有一個很好笑的 因為他有幾類的 有認真和輕鬆的 我們先說輕鬆 他的輕鬆真的很好笑 因為特別是 你見到主角會用他的心態 和他的朋友貼屏 那個正好色仔來的 我待會說什麼好色 他有時候會說一下法官 因為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法官 他說 好像重伯跟他說 法官其實控制一個 最重要是控制一個審判的節奏 那一宗案件是什麼呢 這些是AV情節 是說老師和學生博爹 不止一個 因為他的觀念就是 跟未成年少年發生性行為 因為他說他覺得很重要的 初夜 所以要每個學生留下美好的回憶 然後他跟很多學生 我想是不是初中生 我記得好像是 未夠年齡 然後開始在審判 我想問你 你是跟很多學生發生性行為 他說 你有沒有試過跟超過一個學生發生性行為 有 同一時間 然後你有沒有試過同一天 跟不同學生發生性行為 然後 那女教師也畫得很棒 聽到像扯曬旗 然後法官 他直接畫了鐵盤 然後 我想他清楚什麼事就夠了 然後他的朋友鐵瓶 畫面給他流血淚 我叫你媽媽他是不是人 竟然在這個線上我集平了他 當然讓他先回答他 是笑得我真可憐 用高單仔的說法就是 我父母也脫下你給這些 我覺得他的原作或者畫家 我覺得他有個位置挺少人的 講程式案的時候 如果說風化案的話 他最多是火車沒有人的案 很多 他有單是 我很喜歡他表演的 就是什麼 講過主樂上班 開始 第一期第二個故事 然後 你知道東京那些火車很難逼 然後他前面的女工生 逼一下逼一下 他的手離那個女生的某個位置 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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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看你 不行 忍住 他很想轉正面 他就看著他一開始想縮手 但他覺得如果我動的話 摸你的感覺好像更重 他寧願選擇不動 但他長時間維持這個動作 他就突然有個意識就是 我現在手背 插著一條女兒的屁股 我想轉到正面 我想轉到手掌摸摸 我想感受到質感 我不行 有一部道德的高場 我不可以跨越了他 也是剛剛到站 所以他可以有這個機會下車 也沒有繼續下去 然後他當庭就發生了一個故事 故事大概是說 有個男人摸了人 他有解釋 因為他老婆就 撤除了子宮 差不多 即是他沒有性慾 所以他三十多歲的人 都長期沒有性關係 還有之前有試過生小朋友 也生不了 直到一個位有病 就要撤除子宮 最後也生了 接著他老婆回答得很糟糕 你為何不跟你老公回到實行 因為已經沒有必要 我想屌你老母 功能完畢了 對 因為主角完全代入了男女的角度 他覺得這樣也對 雖然犯法 但我明白他為何要上火車 又摸 很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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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開始讀他做過什麼 就是那個美女 不是他 初來還沒出來 初一期 因為你在火車上露出下體 所以你就被迫 然後旁聽的藍燭 那一刻崩潰 為何是露出下體 如果你沒有我明白 但露出下體完全是一回事 老實 作為一個男人 其實某種意義是我明白他說什麼 對 對 你要解決性慾 你露出來 你不會解決性慾 人有問題 我絕對覺得非禮女色是犯法的 絕對不會做 絕對反感 但是 最後一個男人 我不明白 你明白嗎 這一幕是男人看才明白他說什麼 崩潰的位置就是 你擺明盧賓州就是變態 你其實就是一個變態行為 這個威士是你成為一個變態 做一些變態行為 也不是說沒有什麼確實 或者非禮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 你已經超越了常人的高度 還有問題是兩件事都是犯法的 兩件事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能夠理解的就是 如果我摸一個女性 我起碼都有一個身體上的接觸 我能夠滿足到某方面的一個 即是獲得某方面的滿足感 但是其實我到現在 我這麼大個人 我都是不明白 到底是老體狂 那種滿足感的 他們是有的 他們見到一些女人 害怕的 我完全不明白 所以我覺得 主角那一下就是看著 他都不明白的就是 你露珠做什麼 你給我明白 再拿回去 在個案子裡說 你說到你的背景這麼慘 你就是因為 沒有老婆幫你發洩性慾 但是原來你發洩性慾的位置 是要用來露珠的 其實你老婆 即使之後幫你 你都不會 即是你很容易會再犯 因為你想露體這件事 不是你老婆 跟你有一個正常夫妻間的性行為 就能解決到的 有性行為之後 你都一樣可能會有這個性癖 那你就有一個混蛋變態 他露出的時候 找他老婆幫他把風 但實際上又想說另一件事 就是他有個個案子 也是說摩羅友 有一個比較靚仔的男人 或者叫做正氣的 他也有個 他就是原來被人發現 可能你坐十分鐘車程 但為什麼你拍卡入閘和出閘 是要十分鐘車程 你整個小時 你整個小時 原來他本身很喜歡摸一些女高中生 因為那個來回是這樣 他說壓力大上班 所以上班的時候會做這些事情 剛好是那個專門迫白的 很喜歡迫白的被告 那個女檢控管 即是那個李代子 李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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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不是 你一個小時出入十多次 你是慣犯 但整件事最好笑的不是這一幕 對 最好笑的是 最好笑的是 有一次說不是 然後警察搜查到 你家裡有很多女性的AV 他還讀了一些名字 對 很好笑 最後請了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是中女 就是中女到大約十年以上 這個很好笑 如果之後我為一個男朋友不犯法 我會穿女子高中生去滿足他 然後狂拼那個男主角 這樣沒用 還要是他下一格是畫那個 他會感想 我覺得應該會更加嚴重 還有他直接畫那個 施害者的樣子是很灰 你不能做這些事情 但他真的有很多這些風化案 還有我想會比較 在風化案上嚴肅一點 就可能是比較多 某些強姦的案例 但另外一個 我自己覺得有點深刻的 其實就是玩他的 反差 對 最適合做反差 就是有一個 比較中女的女教師 就是他經常去寫信 就是他教國文的 不是中文 就是教日本的文學 你當是 國文 然後他就會寫信 這些最高的敬意 寫給一個 跟他剛剛新進來學校的 一個新的老師 想追求他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 用寫信才能記到我的感情 誰知道 直到有一個位置 他忍不住了 到他家門口 丟雞蛋 他丟完之後 走完之後再回來 就被警察拘捕了 他講究竟 為什麼會丟雞蛋呢 在說為什麼會丟雞蛋之前 他就透露了 他是用 不知什麼 卡羅座還是什麼 他是用了 女性的他 去形容 這個 新入職的 或者他喜歡的教師 就 那個男主角覺得 蛤 我一直以為是一個很年輕 很英俊的 男老師 誰知道原來是一個 很可愛的女教師 他是一個大嬸 臉上有很多麥士 那些很醜的大嬸 和一個很可愛的 你想想在學校會被你改名的老師 對 即是大粒蜜又來了 大粒蜜就向這個 新進的可愛女老師表白 被人拒絕 所以就上門尋仇 還有那幕 女老師說 我沒有這些癖好 他被人表白那一刻 反而你這幕我比較印象心 是哪一段 其實那個女教師 我解釋一下 其實本來我都不打算不搞她 我說 不如大家約出來 我想最後 見多著眼前面 然後她 很搞笑 但我 她很… 我先說什麼事 然後她說 為何她最後會暴走失控 她說 她為何戴眼鏡出來 她戴眼鏡 戴眼鏡 戴眼鏡 因為平時描寫她是不戴眼鏡 然後畫了一個出來應訊的女教師 她戴了一個戴眼鏡 她戴了一個戴眼鏡 很默默的表情 然後那個旁聽的蠻子 我聽完之後 其實我有些明白她 大概有些明白她的感受 作為一個男人 我有些明白她 那一刻為何會覺得 別人沒有成意 我不是很容易語言表達到 但我明白她想表達什麼 在世俗中 大家都會明白 通常如果一個女生比較尊重那個藥 她會脫下眼鏡 戴隱形眼鏡 去化行裝 或者是跟平時不同 你會覺得 為何你要做一些跟平時不同的東西出來見我呢 她甚至乎是在審美的角度 覺得這副眼鏡完全不配她 她甚至乎這樣說 這副眼鏡 這麼噁心 打在她身上 已經破壞了我的幻想 破壞了我自己對你的形象 所以整件事是 你既不尊重我 她也既不尊重你自己 所以我要去到 因為她是很美好的 她收藝是寫書信 她還用了廣告那些大張 她說越寫越大張 她寫完寫一封信 寫一封寫書給她 她覺得這才是最純潔的愛情 誰知道你最後是這麼複雜 對我才會扔蛋 但她扔蛋後悔 她想回去收拾蛋殼 所以其實她對那個當事人 真的是真愛 我說完最後這個 我們可能…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 又是玩反差 說有個男人 會經常去偷吃的 應該去一些夜場的 被老婆發現了之後 就這樣帶去那個地方 可能一個小時到幾百歲 然後呢 好笑 然後呢 她老婆大概是比較 中等偏肥身形 Chubimi 然後她就說 她說 因為我的身形改變了 我老公對我再沒有興趣 我明白她會這樣做 我老公現在都原諒我了 然後 看到這裡大家都會覺得肥了 還有她老公也有這麼說的 對 因為她老公也是偏帥的中老 然後畫到 大家看到這裡 當然是因為肥了 所以結婚發福 她老公不喜歡 然後請那一級 她老公經常幫忙 她出來 對 原來她老公是喜歡肥 她只是瘦了 所以她老公不喜歡她 笑到我 還說那小姐出來的時候 她老公是心心眼 還有心心眼 然後她老婆看到她 我真的不應該減肥 然後說 那一句是叫沉重的愛 然後到最後 原來沉重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作者很懂得玩這些 其實 她可能真的看到很多 很多個案 她才可以精算到這些 特別的案件 出來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 對 說到差不多 下一節 我們回來分享一些 大家比較沉重的案件 還有講一下大家對這套 的看法